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剛剛從這個中廣 因為和趙先生做完這個觀點 搭計程車到電台 飛碟電台來 然後一上車呢 那計程車司機呢 就說 啊 我剛剛從這個中廣啊 下雨下雨啊不停的這個下雨啊 好明天就會好一些啊 在這個下雨天的這個時候呢 因為連續幾天的這下雨啊 你就覺得什麼事情都在這個泛潮 什麼東西都在這個泛潮 連人呢都在這個泛潮 好像這個從體內啊 從腳底呢 到這個整個的身區呢 就是有一層那種 清透著水的 在裹著你這個五臟六腑啊 要努力的啊 很多人在要努力的呢 讓自己呢 心情好一些啊 很多人在這樣的天氣的時候呢 會心情呢 會大受影響啊 非常非常的這個重要啊 要讓自己的心情呢 保持好一點啊 特別是 昨天呢 又傳出來 經過了253天之後呢 一個本土的案例啊 讓這個我們的防疫呢 就是出現了一個破口啊 那現在也連帶的影響到 嗯 到底其他的 像跨年的活動啊 會不會舉辦等等之類的啊 嗯 現在呢 柯文哲 他們是宣布就說啊 台北市這邊呢 是宣布說不會啊 不會停辦啊 跨年的活動呢 繼續辦 但是呢 也不排除啊 前一天 也不排除前一天 突然說不辦啊 那關鍵呢 就要看 呃 這位紐西蘭籍 然後伊朗裔的 呃 這位機師 他呃 導致這個案771啊 就是在廣民 廣達的呃 子公司廣民工作的 這位他的親 呃就是親密 呃關係蠻親密的一個女性的 這位女性啊 他到 他 他到底有沒有成為是一個 呃超級傳播者 這個很重要啊 那他的呃密切的接觸者呢 嗯 其中有一些人啊 親密接觸者有27人有部分的症狀 他的二彩的結果呢 今天下午會出爐 然後桃園市政府呢 會持續追蹤加強防疫工作 為什麼是桃園市政府 因為呢 這名呃女性 他的工作和居住地點呢 都在桃園啊 但他的活動範圍呢 是到台北啊 桃園啊 地區啊 就整個啊北桃地區 都有 所以我們看到他 呃和那位這個機師 呃那幾天很密集的啊 就出現在比如說在這個呃 在天母啊啊 在這個搜狗啊 啊等等啊之類的啊 然後在 嗯 那位機師12月 呃12號 12號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對沒錯 12月12號 非美國之前的12月11號呢 他你們兩個人呢 就在這個好市多的南侃店啊 就Costco的南侃店 那所以 Costco南侃店 所以應該就是 除了 我本來以為說是那個機師 他可能 因為他第二天要飛了嘛 他可能他的宿舍啊 或什麼的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依據呃桃園市長 鄭文燦的這個說法的話呢 這位女性他自己的工作 和居住地點呢 就在桃園啊 那所以他要整個要來清查 那27個密切的接觸者呢 呃有症症狀 二彩結果今天下午出爐 如果說這裡面很好 非常非常好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是呃被確診的話呢 那這個警報呢 恐怕呢就可以先解除了 就先解除一段啊 雖然依照這個專家的說法 在這位呃女性呢 她21號被確診之後呢 你要加14天啊 呃台灣呢都沒有出現 大規模的這個社區呃傳染呢 才能夠警報解除啊 但是他的這個密切接觸者 密切接觸者 如果說二彩的狀況都OK的話呢 那大家呢可以先暫時的就可以鬆一鬆一口氣啊 而且呃我們這個桃園是衛生局 他安排的呃密切這個接觸者 和他的這個追蹤是蠻是蠻科學的啊 因為這個女生他雖然是在21號被裁檢啊 呃確認是陽性 但是他14號15號就出現了呃頭痛啊鼻塞的症狀了 啊然後那個時候呢 那時候他可能也都沒有去就診啊 他也都沒有去就診了 也沒有去檢驗啊 那他自己都不覺得有任何的問題啊啊 啊那他跟那位機師呢 是8號到11號的時候呢密切接觸 然後他自己14號 這個男這個男的飛走了以後 他12號飛嘛 呃15號回來 然後他1415號 呃1415號 這個女生呢就出現這個症狀 他當時也沒有去做任何的檢測啊 呃一直到21號呢 呃裁檢PCR是陽性 可是他血清呢是是陰性啊 然後所以他們現在呢就針對他 因為他14號15號就已經出現症狀了 那那就是傳那表示那個傳染力的時候 是最強的時候 所以他們就安排啊 他在14號到18號的接觸者呢 進行採檢那二彩會今天會評估啊 那現在呢 呃網友的反應呢非常的這個激烈啊 就是針對有關於這名機師啊 呃這名機師呢 機師呢態度非常的不配合啊 呃你已經出現了咳嗽的狀況了 然後在開飛機的時候呢 還不還不戴口罩 結果你就感染了兩個機師啊你的同事 然後你現在呢已經被確定呃是確診了之後呢 在疫調報告的時候呢又不老實啊 然後住到這個負壓病房的時候 還在還在還在抗拒中啊 還在批評台灣的這個檢驗啊 什麼作假等等啊 所以在網路上面呢就引起了網友的震怒 啊覺得說花呃長榮還不趕快對這個機師呢做處理啊 啊長榮說呢經過了相關的這個程序之後啊 要再決定呢是不是要給他要開除了 或做什麼任何的處分啊 所以網友是很很激動了啊 因為呢我們253天253天啊 呃沒有本土案例沒有本土案例啊 的這樣的記錄呢 竟然被打破了啊 而且在這個歲末年中的時候啊 他會就是引起一個很很巨大的這個連鎖反應 就像我一開始講到底跨年要不要停呢 他到底會不會是成為是一個呃超級傳播者 然後社區的傳染社區的傳播 因為這個而變成是一個破口呢 那其他地區呃其他的地方像台東呃阿妹的這個跨年呢 也受到影響那很多的活動呢都受到影響等等等等之類啊 呃好不容易啊在呃台灣呢認為說當這國外的疫情呢 又再起來英國還出現呃新型的這個病毒的變種啊 那造成這個英國呢現在呢真的是一個黑暗時刻 黑暗的這個呃聖誕節的時候呢 台灣呢本來還覺得挺慶幸的啊呃我們呢呃就很嚴密的啊 在大家的非常的配合的狀況之下呢 這個非常呃驚疑的這一年呢呃應該可以度過 而且我們可能會是全世界呢呃少數的我看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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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啊 是不是呃獨一無二是不是絕無僅有我不能確定啊 但是呢我想是非常少數的能夠舉辦跨年的這個地方 能夠去迎接能夠去送別這個2020這個恐懼的這一年啊 然後迎來2021的很特別的在台北特別是在台北的呃101啊能夠跨年 全台灣呢能夠用一個很很不一樣的一個態度 當有一個地方當很多地方我想紐約應該不可能跨年了吧 好紐約時報廣場不可能跨年了吧啊 那澳洲的狀況不知道怎麼樣 因為全因為世界上來講第一個呢跨年的就是大的這個城市 應該就在南半球嘛啊那但是 台灣呃現在這些地方不知道能不能辦好不知道能不能辦 那台灣呢可以以台灣的這樣子的呃這樣子的抗議的一個表現 好然後呢在這個101呢點燃這個煙火啊 然後迎接2021帶給呃世界的其他的地方的人呢 一個明亮的一個明亮的露出口 好一個明亮的一個展望就現在非常的有可能 因為這位機師所造成的這麼一個重大的一個缺口呢 使得這個希望這個破空啊 當然呃我們是希望說 最好啊希望呃二彩的結果啊這位女性的呃廣明這位女性的呃這個密切接觸者二彩的結果呢 是能夠呃是能夠庇佑了啊是能夠陰性啊 然後跨年的活動啊舉辦等等啊都能夠照常的進行啊 嗯希望是如此啊 嗯這個這個真是一個庚子年啊這個庚子大義這一年啊實在是對於全球的不管是經濟秩序啊經濟秩序國力這個強盛的這個原有的這個秩序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個文明啊一個文明一個在過去呢長達幾世紀以來都有這個西方文明所主導的 這樣的一個世界上面的一個語言啊一個文明的秩序會不會因為這個疫情而產生一個巨大的一個扭轉這實在是這次的這個疫情裡面呢帶給人類呢最深刻的一個需要去細細的檢視啊和反思的一個題目啊當英國的呃每日郵報用歐洲病夫來嘲諷他們自己的時候我們就看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疫情裡面 所引起的這些情緒上面的還有抗疫能力上面的這個表現啊呃在過去呢這個西方國家呢他不但呢是全肩炮利啊很重要的他所代表的在照顧啊這個民眾和很多醫療各方面的這個體系上面的一個領先啊醫藥上面的這個進步都是一個文明的語言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一環啊那過去不管是東亞病夫 啊不管是黃禍啊是他們在蔑視啊還藐視歧視這個東方人特別就是中國人啊華人所代表的一個一個一個語一個根深蒂固的一個刻板上面的一個印象 甚至於這樣子一個刻板印象呢已經形成了一種呃文明的優越感的一種意識形態啊但是在這一次呃歐美啊特別是美國跟英國啊在這個抗疫的第一線上面呢紛紛的被擊垮的狀況之下接下來的這個世界秩序文明的語言文明人類的文明的歷史 是會因此而改寫啊呃這個是在明年之後當大家呢在這個恐怖的這個氛圍之中去思考去看這個變化而在明年當疫情呢真的可以去度過了之後呢沉澱下來思考希望呢能夠有一些更不一樣的思路和更不一樣的答案啊 嗯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對中國大陸來說他這一次呢在後段的這個疫情抗疫的這個表現呢的確是非常的好啊而且在初期的時候呢嗯就控制住了這個疫情用一個非常決斷的這個手段啊控制出控制住疫情可是也因為他的呃體制上面的這個問題他一開始的時候呢不讓這些吹哨者啊像這個李文亮醫生這些人把這個病情呢能夠他如果早一點啊 他們體制呢不要這麼的不透明啊不要這麼的一切呢以這個維穩啊至上而能夠呢讓這個體制讓這個體讓這些吹哨者能夠在第一時間發出這個聲音的話呢他可能可能全世界啊在控制這個疫情上面的表現呢會更好啊可是呢嗯沒辦法啊這就是他體制上面的體制上面的一面兩刃啊一方面呢他要維穩啊 所以呢他採取了去打壓的手段可是呢也因為他的體制的強制性啊所以使得可以他可以在這個疫情呃在中國呢冒出頭來的時候採取這麼堅決的手段啊他不是武漢封城而已哎他是全中國呢都在採取是一種封國的一個策略啊在春運期間的時候呢就是切斷了啊封閉了所有的呃他們內內部的內部的串串連啊 然後所以在這個疫情在這個疫情的呃發展的這個過程之中當這個西方國家之前的時候都在這個嘲弄啊而且不屑啊甚至於是高度批評呃中國的這個封城的手段之後後來他們在面對呃病毒來勢洶洶的狀況之下也不得不採取這樣的一個做法啊那所以當時出來的第一個的第一個的一個思考就是說會不會這場疫情 讓強權國家啊強勢的像這樣子而社會社會主義體制共產主義體制的國家帶有獨裁色彩的這樣的一個國家的一個體制而因為他的有效性在面對這個重大災難時候的這個有效性看這個不管不管是集體的管制的有效性或是民眾呢配合的這個有效性他打敗了西方的這個個人主義啊這是第一個思索而到了在這個疫情在今年的 最後呃英國傳出來這個新的病毒的變種而英國又處在一個脫歐不脫歐的一個呃一個關卡之中的時候當英國的媒體說他們是歐洲病夫的時候呢他所帶來呃人類他對於人類文明上面的衝擊就不只是一個體制的問題而已了啊還有在這個文明上面呢還有在這個人類的生活的這個習慣上面你所反映出來的這些的現象包括這西方人呢 他們都不愛戴口罩啊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懦弱啊脆弱的一個象徵啊包括他們比喻比喻啊所有一些強制性的規定規定強調的是個人主義之上包括西方呢過去呢引以為傲的這些公衛體系呃所建構出來的這些的呃社會的防護系統在這次呢一次垮台啊那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上面的挑戰呢也因為這次疫情而生啊 所以甚麼時候就對過了的一位沒關係的選擇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全部含有的這個魅力了 所以我們可以隨便及的一個旅行 cai 要導人的呼籲 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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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